朝鲜的导弹真的是太震撼了 光运输车就达到了22个轮子 这应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导弹车了 要知道我国的东风快递才8周16轮 而地表最强的萨尔马特也才16个轮子 能造这种导弹车的国家总共都不超过5个 这枚导弹长约26米 直径约2.7米 重于55吨 最大射程达到15000公里 可以完美覆盖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导弹有两极火箭驱动 可携带3到4枚弹头 相当于10颗广岛原子弹 假如它真的朝美国发射一颗 但美国人自己也能尝到核弹的滋味了 让我们看看这枚导弹是如何发射的 当发射车到达指定位置后 液压千斤顶的支腿会降下 把整个车架顶起并调到平衡 防止路面的不平整和车辆的倾斜 然后液压装置向后推动 把整个火箭竖立起来 这个过程一般在十几秒内完成 当准备工作就绪后 指挥部发出点火并领 火箭推动导弹以20马赫的加速度冲破大气层 这时间需要3到5分钟 当它达到6000千米高空时 此时的高度是中国空间站的15倍 它开始急速地向下坠落 火箭与弹头分离 这时它重新回到大气层 在承受大气摩擦的巨大高温后 弹头沿着制导系统的轨迹飞向目标 此时它的速度仍有3000米每秒 它也会分裂出多枚弹头 一般的拦截系统根本无法拦截 虽然日本多次抗议朝鲜从它的领空试射导弹 但真理永远在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弹头最终在日本沿海500公里外的公海爆炸 日本也只能拉响防空警报紧急避难